慈艺志工展示了戴感恩科技的环保纺织品 向老师们来说明慈记的环保不只是疼惜地球 也帮助了受苦难的民众 另外也谈到了慈记的教育理念 期盼所有的学龄儿童都能够顺利地完成学业 而这场讲习一共是有55人参加 还包括了护持慈记的圣何希比努拉市的市长夫人